精彩内容想先看 温柔男士性格好不生气 女方脾气直 咋成大问题 我现在就生气了 你可别说你生气了 他压根儿就从小到大 不知道人生气啥样 现场上演默契大匹拼 两位嘉宾为啥这么大差距 完事了 这一看也不像两口子了 这两头不乐意肯定的 那是跟两口子走道吗 这不采业是吗 采 喜欢咸口还是甜口 喜欢咸点的东西 俩人都没有在我这里选择 女嘉宾难忘丧肤之痛 男嘉宾表示无法认同 过去的事情现在过去 终于走不出来 因为以前那感情太好了 从来都没吵过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爱的选择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电视机显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爱的选择 那么我呢 就是一心为你寻找幸福的主持人 孙霞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 瑞来 嗨 大家好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诗中写道 相思深之海非深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你的朋友瑞来 掌声欢迎小红娘文文 大家好 爱情不能将就也凑合不得 相信爱勇敢爱 我是你们的红娘文文 同样欢迎面试里边的四位女嘉宾 你好 女嘉宾你好 心中有爱才能被爱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李迭 欢迎二号女嘉宾 生活学下一条路 我来找我的主心骨 我来自沈阳 我叫谢英华 三号女嘉宾你好 孤单是有你陪伴 快乐是有你狂欢 我来自沈阳 我叫温燕梅 欢迎四号女嘉宾 我的未来与你同在 我是沈阳人 叫柳红 至于两个人在一起 除了是两个人的结合之外 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一般我们都会选择 对方有一个比较和谐的家庭 这样相处起来就更加的方便了 接下来在我们节目当中的 这位男嘉宾 就拥有一个非常和谐的大讲庭 接下来咱先看看男嘉宾的照片 又要看到了一个 一寸免贯的照片 就是对自己的容颜 相当自信了 但是我觉得 这身衣服穿的是挺有样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工作服 是啊 那到底它是做什么的呢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本尊上场 掌声我请 我有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你愿意加入吗 爱的选择 我来了 欢迎您 您好 您好 这个有一米七吧 一米六八 还没组织人高呢 声音很好听哦 对 磁性 而且真的很客气 因为我们都是晚辈 就是一有男女嘉宾上来 跟我们行礼的时候 哎呦 我们真的有点受不起 真的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 我发现男嘉宾 是特别有学问的一个人呢 因为在我这个角度看 他这个度数很厚 而且圈层特别多 我一点不夸张 就是他那个镜片 已经厚过他的镜块了 六百 六百度近视 不注意 就是看小说 小说 看小说 看小说 看的 我以前不那么重 就是 就是在四十岁 五十岁以后重的 在以前二百度 没想法 他越看不了越好 不是 这个没想法 为啥呢 年龄大了 近视不见 也不要孩子 也不咋的 那都无所谓了 你知道吗 不行 只要这么在一起 一边一边 你都无法 就行了 刚才说了 你有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怎么个和谐法 我们家子伙 五六六七个 都互相 谁家有事 都互相帮忙 有事了 过年过去了 都到一起聚会 每年都是这样 特别好 都马上倒行 参和不 我过年都到我姐家去 我姐跟我一个月 不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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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行 看着是不是 像你们的年龄 像我们这件事的时候 哪有这事没有 一般没有矛盾 一般没有 都特别团结 分的每家都挺和谐 对 命真好 就是关键问题是 不管你有没有困难 如果要是说需要相帮的时候 小事他也愿意伸手 是吗 大事都处理 大事处理 都出钱 谁要这个钱 还出钱呢 对 都特别团结 谁有事都不在乎 我跟你讲 这个大家族可不好相处 因为你姐几个处名为了行 那还有另一半呢 对啊 什么轴隶啊 什么妹夫姐夫的 是不是 不担心 不是也挺好 你知道吗 大家都有大家族的事 有他们的原则 来吧 那接下来咱看看 男嘉宾的生活是怎样的 15333号刘先生 沈阳人 离异 有住房 国企退休 儿子已婚独立 一个人的生活 久了就会寂寞 但每个人排泄的方式不一样 有人喜欢喝酒 有人喜欢玩牌 有人喜欢抽烟 但是这些我都不喜欢 寂寞了我就喜欢运动 锻炼身体 大家好 我叫刘瑞峰 虽然我现在已经73岁了 但是我的身体很好 很硬了 我每天早晨起来 手手手捂着 就会出去锻炼了 白天没事了 就串着亲戚 去看看孩子 有时也去妹妹家看一看 我们家虽然是 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指名七个爷 但是我们都非常团结 事数大了 我们从来没有分歧 谁有事都互相帮助 平时他们也总带着我去旅游 像山亚 云南 四村都去过了 虽然跟亲戚们在一起很开心 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 我的生活总还缺少了一个伴 女嘉宾 你是我的那个伴吗 二的选择我来了 二的选择你来了 接下来联先民室里的女嘉宾 看看对这男嘉宾的印象如何 一号女嘉宾你好 问啥呢我都问说 哪位女嘉宾激闹的呢 我一号 脾气那么大呢 我大挺好挺温柔的 对这男嘉宾的印象如何 挺好的 73岁不像 长得挺年轻的 你羡慕她的大家庭吗 羡慕 大家庭好 那多好了 有人来吃饭 证明点姻缘好 孩子问了外地都不少 一回来了就聚一聚 家挺热的 过年过去就更不用说了 二号女嘉宾你好 男嘉宾的性格不错呀 你会哄人吗 不会 我也不能让她生气 媳妇跟外边生气了 回来关心关心吧我也问 咋关心咋问 在外边生什么气呀 什么事你回家说 慢慢说呗 生气又啥用啊 我不爱生气 我没心没肺 我愿意找一个会哄人的 我现在就生气了 咋的呢 用点啥来 男嘉宾现场哄一下你 我就是考验考验他 你别要吓唬我嘛 男嘉宾我跟你讲 家里家一块 都有多少口人 四五十口 四五十口人 都没哄过脸之间是吧 没有 你看 你可别说你生气了 他压根就从小到大 不知道人生气啥样 你知道吗 这一块在他那里边 就是属于盲曲 所以他不会哄 能原谅不 能原谅 我的性格很好 三号 你嘉宾你好 你喜欢运动去 运动什么运动啊 大运动没有 我一天就是走过 早晨半个多小时 晚上半个多小时 有时候跟他们去打的平和行 除外才练着单杆 这练单杆的臂力呀 你相当惊人了 您是属于那种 想停在哪个位置 就能停在哪个位置吗 对 现在长大还能上去 以为不能上去 就是咔一翻就上去了 对 体格真不错 所以说女嘉宾 您也喜欢运动是吗 是啊 您长大 您那个是挺年轻的 您那个头发是眼了吗 内整造型不太好看 头发非常茂密 而且白头发也不多 我喜欢打羽毛球 会吗 会 可以陪着玩是吧 可以 男嘉宾您好 你好 你经常旅游吗 头几年经常去 一年去一回 第二年不是疫情嘛 就不出去了 一年最少去一次远地 近地方不是 台湾了 海南 塞亚 云南 四川 远地方都去了 我喜欢旅游 你是跟团去 还是自己去 我们自己家去 还是大家族一块去 那你们能聚齐吗 能 我和妹夫 妹妹 弟弟弟妹 最少六回 一走三对四对 完了抱团也抱团 但是一般人自身家人 就能组成一个团了 对吧 对 您建议跟他家 一块成团走 还是就像二人世界走 我整理都行 我不烦人都 人都更热闹 有人出路费就行 对对 要两个人厨艺更好 没事干 你就厨艺溜溜的玩呗 你就觉得溜的 是对你身心最好的一个释放 是吧 对啊 好的 那男嘉宾 你已经和四位女嘉宾沟通过了 接下来 你要从四位当中 首先选择出一位来 跟您聊聊天 咱们二号姐姐呢 对你赞赏有加 而且呢 她知道你们家里面 是这样的一个大家庭 一下就问到底了 你会哄人吗 但是男嘉宾这个回答呢 的确让咱们姐姐深感意外 但是呢 她又能给圆会来说明 她愿意加入到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面 不是属于各色的人 她的性格也是特别随和的 因为她的这种表达 也一定能够愿意融会到你们这个大家庭里面 刚才又谈到了旅游 同时也谈到了运动 其实三号姐姐的运动和你的这种感觉比较像 但是四号姐姐这样的一种旅游 也愿意参与到你们家庭团的这样旅游当中 我觉得可能家庭的氛围可能更浓一些 所以二号和四号更突出 叔叔啊 我就是从性格上面帮您分析分析吧 二号和四号呢 我觉得二号阿姨啊 她本人就非常喜欢跟邻居聊天 她就合眼儿 所以性格好的肯定是二号女嘉宾 是第一位的 另外呢 四号女嘉宾 我知道她是一个挺随性的一个人 因为我知道叔叔是特别在意家庭和睦的 也非常重视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和相处之道 所以我觉得要如果安全起见 我觉得还从性格上你多加考虑一下吧 好吧叔叔啊 那男嘉宾会选择谁呢 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爱的选择我在这里等你 男女嘉宾相亲害羞 没默契 为啥密室嘉宾还吃醋不已 没事了 这一看也不像两口子 这两头不乐意肯定的 那是跟两口子走道吗 这不采业是吗 采业 这两头我就是个矮一点 没毛的东西 男士性格好不爱生气 女方脾气质打成大问题 他一般会说脏话吗 不说 不说脏话 就是捣鼓两句 对对 他就说你说闲着闲 淡着淡着淡着 挺有刺的 两口子都这么说话呀 相信大点都不行 像是毛的这样 精彩稍后继续 我们图宝自开张以来 每十年都会有一次 大型推广品牌活动 关键是 这活动每次都魄力给出超低项 这次我们拿出两只工艺精美的金玫瑰手镯 两款男女金项链 还有两款男女金戒指 足足六件套 提供给电视机前的关注 打进电话订购 买到的是 两只金玫瑰手镯 两条男女金项链 两只男女金戒指 还有两只金玫瑰耳钉 足足八件套 强调目前所有的金店 都是按照国际标准 价格一刻320元定价的 但是这是十年才一次的活动 我们是魄力 魄力不按金加来 八件手势 两颗钻石 真的只要199元 请大家大胆地打进电话 有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为您解答 十年才有这一次打广告的机会 不打电话 您是肯定买不到这么便宜的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打进电话 希望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品牌 现在就打电话吧 那你们生人有影响吗 那肯定啊 头三天顾客全都跑到他们店排队去了 咱们店小那么大的活动 哪搞得起啊 那一直这么下去 你们怎么办 没事 如果一直这么低价 那肯不亏死了 那我跟你说 他们门店活动今天就结束了 以后啊 只能在电视上做活动了 你好啊 我没听错啊 真真万确啊 大哥 那我担心买的不是真心啊 你能让你们精力出来给我保证一下吧 好的 各位观众 我向你和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美醉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都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百分百真金工艺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艺 你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请放心订购 那我就放心了 快给我订了 注意活动 马上结束 马上结束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春节时间快快来电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最终男嘉宾已选择几号 选择二号 二号女嘉宾 接下来咱先看看二号女嘉宾的照片 这张照片太古老了 我一般是在看电影的时候 就会看到有这样装扮的人 穿着那样的衣服 戴着那样的眼镜 说着那样的小插插头 就是学生妹吗 很清纯吗 非常的清纯 对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请女嘉宾上场 让我们把生活过得多彩 我是来日沈阳的新黄 她太矮了 好 欢迎您 您好 你好 那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她俩给你擦我擦我挺好 她俩这手挺好 她俩这手还相当 这还挺 女嘉宾 这个上场之后 我们看到是一位非常娇小 可爱的一位女士 她俩搁着一笔挺高 而且我们的女嘉宾 是相当自信的一位女士 对吧 男嘉宾说了 平时就爱六个弯 三个步 这应该能牵手 我也是愿意 三上步啊 六个弯 她这条件 做一般人 都性格合得来就挺好 明哥有另一半在身边了 会不会等对方 可以 会不会嫌弃对方慢 不会 我倒是觉得咱们姐姐 这个大长腿又稀又长 你是不是一步顶别人两步啊 我走到是快 拉个手 拉什么手啊 前面一个后腕一个走 来吧 再接来看看女嘉宾生活中啥呀 11964号 谢女士 73岁 沈阳人 丧偶 有住房 国企退休 无子女 大家好 我叫谢英华 我喜欢散步 散步让人能沉下心灵 慢慢感受阳光 感受空气 感受大自然对人们的爱 同时也能锻炼身体 增强人的体制 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散一散步 我性格开朗 没事了就喜欢和邻居聊聊天 虽然每天都挺充实 但是总觉得身边缺少一个人 少了一个陪我散步的人 你会是那个人吗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你看看女嘉宾提出的要求多简单 就想找一个可以陪自己散步的人 我今天就先给你找成不成的 咱先试试行不行 这样俩人散个步 感觉一下 咱从孤单影之变成成爽入对 行不行 来 有请二位 咱们从后边溜达一圈 完事了 这一看也不像两口子 这两头不乐意 肯定的 那是跟两口子走道吗 这不成也是 大家族人 就跟特别高中的人不一样 你现在马上从你那单身角色里抽离出来 现在你有媳妇了 俩人个大倒是溜达呢 媳妇挽着那胳膊走行不行 真的行 这老太太 这两头不就是个儿矮点 没毛就没毛 这真的媳妇是可以坐牢 真的行 如果是真媳妇才行 那么刚才给二位介绍一下 就让你们快速地感觉一下 真有老伴来啥样吗 那得晚的时候 过去也没有过一起接受手的 刚才的这个散步的这个感觉 就像他们年轻的时候 如果要是出门在外 是情侣两个人的话 一定是不能够让别人看出来 那年代是哪样 两人要是得手手 要一笑死 所以刚才女士也说了 我没这么走过 都是一个人走的 是不是啊 我想问一下 这样有老伴的碗胳膊 怎么说呢 咱们那年代没有 现在也不必要啊 咱们那年代的人没有话的 不像你们现在小孩 老子抱着 那哥大概还老不亲 咱没有那节目 所以你也没有这种渴望 老伴儿把人搁不走 没有 没有 来吧 彼此打个分数 首先男嘉宾给女嘉宾打个分数 90分 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数 同样 好 来 接着想让位 咱们作为来慢慢聊 好 我阿姨非常恩愛 她當時有心臟病 我就得多幹點活 我當時上班有嫌疑的時間 就賣一賣菜 每天兩點起來賣菜 我捨不得她幹活 但是她搶了幹 就這樣我們互相服侍打拼 厄運總是不期而遇 當我們的生活出現好的時候 她卻有樣地離開了我 人生足有高峰和低估 我知道人不能總活在回憶裡 我不能這樣消沉下去 畢竟生活還要繼續 就這樣在朋友的介紹下 開始了第二段感情 她性格挺好 但是總感覺兩個人有分歧 總分分合合地過了七八年 直到分居了半年之後 我就和平地分手了 所以我來到愛的選擇 希望找到一個和我共度一生的 那麼一個伴侶 好 男嘉賓 第一段感情是非常好的 跟自己的妻子 但是由於她生病走了 其實我對你第二段感情比較感興趣 因為你裡邊說了 這女士性格還挺好 但是你倆還老有矛盾 這又不到那矛盾從何而起呢 其實譬如說做飯要是做的破他們時間 我做完了她不喜歡吃她就不願意 不願意就讀到吧 她想做的不好吃她可以做 她一般會說髒話嗎 不說 不說髒話 就是叨過兩句 對對 那肯定說愛家咱們擦鏡的呢 你看哪忘 說的話就是不准受聽吧 有時候鹹蛋搞不准了 她就說你這鹹的鹹蛋的蛋 就挑刺兒吧 非常刺耳不好聽 具體想我也想不好 反正是不好聽 就是說你認為你家庭非常的和諧 但凡女方出現一點異樣的聲音 你就接受不了是不 有這麼一點 不同的語氣你表達的感覺 和感情色彩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好像正常的夫妻兩口子 都這麼說話呀 老公你今次飯做糊了呢 你咋吃啊 那晚上沒有飯了 其實我們叔叔 那能是這樣嗎 老公實在對不起 我剛才吃了你的飯 我覺得有點鹹 我媽 哎呀老公這飯咋吃啊 其實 你剛才的第二句的感覺 你認為是一種 對她的一種貶定和諷刺嗎 實際不是 這裡面有很多撒嬌的成分 可能讓大哥不能容忍的 就是你所做的任何一切事情 她一生氣就不吃了 不吃了白做了嘛 這下不得到嗎 啊 那不是脾氣好 脾氣真是不小啊 不算太不好 我其實叔叔他自己 不是評價自己不會哄人嘛 是因為叔叔之前 沒遇到過這種狀況 二號你嘉賓 你覺得這種情況誰對誰錯 你說這樣不對 我這口音啊 我能讓他到了同桌嗎 哪捨得呀 吃不吃吧 那你先不好你自己去做呀 我跟他做行嗎 我自己做呀 對呀 好爛你也吃啊 馬不關主的下事 哎呀 你等我回去做吧 要么你怎麼怎麼的 她是男人 其實女人應該是家庭主婦 按老的傳統觀念來講 但是現在有個男人 比女人做得還好 不一樣 就是說你看家庭怎麼對待這個問題 那你說兩口子在一塊 那不可能隨時都提高警惕呀 不是不用提高警惕 因為我這商店工作嘛 回來老頭給把飯都做好了 哎呀我說這飯店買的啊 他不是我自己做的啊 哎呀我菜好吃了 我精神上的 你現在做的不好你自己做 嗯 做熟就行呗 做飯要不好吃的話 那男士你應該怎麼處理呀 對如果你做飯不好吃 你需要女士怎麼回答你 我是在重做呗 那媳婦說不好吃老公給我重做呗 就是 那不浪費了嗎 重做呀 它再不好吃 哎 那做完的那個飯那是怎麼辦呢 那就給扔掉啊 那不吃了就給扔掉吧 他留下地兒得吃呗 男嘉賓哈 你看你之前的妻子也說 這菜呀 鹹你鹹淡你淡 不吃了 完全不吃了 你認為他脾氣不好 受不了 這是矛盾 那他怎麼表達這個意思 你認為他表達的 非常好你能接受 或者是態度稍微晃了一點而說 這個飯有點太硬了 那個菜還有點太鹹了 那怎麼辦呢 那你能不能再從頭給我做一下啊 也可以 哦 這態度行不能接受啊 能接受 那你嘉賓我想問一下遇到所有的事你都可以保持這種態度嗎 不一定 不一定 對嘛 就是真要是你覺得這麼跟他說話累不 嗯 挺累的 如果按理正常的情況下你想咋說 你把那個飯 你把那個飯再給我放點水 咕咕咕咕咕咕 也可以是不是 對你心裡 那是也可以 不是可以 相信大點都不行 那給像個毛似的 只要沒有什麼大事 互相都是互相關心的事 兩口子 那沒事找事跟啥呀 對不 你沒有情緒的起伏 沒有 就很少 很少 還是喜怒不行於色 心裡邊很生氣 表面上不表現 對 那誰知道啥時候生氣了 你跟你媳婦之後 一般也沒有什麼生氣事 兩口子過這都 那你不生氣咋跟第二人離了呢 都是和平和平分享 沒有的感覺 只不過就是怎麼說呢 事沒做到那個地方 就是自己反應起來 是不舒服 我呢 可能做事 他也不高興了 好像是戲份了吧 這個方式差點 所以男嘉賓 你剛才誇了一個海口 你說我不會讓對方生氣的 這就是錯的 是吧 你就讓第二任不舒服了 所以說兩個人在一塊接触 不可能永遠風平浪靜 對 不可能倆人高度一致 這有的情長高 有的情長後高 互相退一步就不就完事了 沒有惡意 他就不能 對 其實婚姻生活當中 就是這樣的 男性可能粗線條了 他偏重於邏輯思維 女性可能感性更強一些 但是這裡面真的是需要一點 為對方做的任何事情 包括對孩子 對父母 都沒有應該的 這件事情我去這樣做 我不是應該這樣做的 而是我出於對你的愛 對於家庭怎麼樣 所以對方在情質這件事情上 不要以一個 你就應該去做 這個應該是不可以的 另外一個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就是所有的工作做在那兒了 人都是需要鼓勵的 哪怕你稍稍有一點點讚美的話 夫妻知道 這是生活當中必須要做到的一點 雖然是小小的矛盾 但卻導致了兩人感情的分裂 其實真的是有這樣的一個原因 就是說 有的時候你的不當的言語 即使你態度非常的溫和 對方也感覺不舒服 即使是你爭啊吵 但是你話中滿是對他的寵愛的話 他也感覺到不是生氣 所以我覺得說話是一種藝術 兩口之間也得這樣 來吧 咱們不管怎麼樣吧 兩個人在一塊 尤其是二魂在一塊 要揣摩好對方的想法 男嘉賓我想跟您說一句 你有高興不高興一定要說出來 因為對方老揣摩你可累了 好不好 來吧 接下來咱看看 女嘉賓的感情情理 女嘉賓自稱擇偶沒要求 在反而增加相親難度 就是我沒有要求了 要一種戀愛的感覺 我要一種心動的感覺 我要一種感動的感覺 就是我看到這個人 覺得這個人值得 我跟他走後半輩子 你要的這感覺是啥樣的 全在 你說些全有 男女嘉賓默契大考驗 何等默契現場驚嘆不已 喜歡閒口還是甜口 喜歡大口 兩人都沒有在我這裡選擇 精彩稍後繼續 我們珠寶自開張以來 每十年都會有一次 大型推廣品牌活動 關鍵是啊 這活動每次都破例 給出超低項 這次我們拿出 兩支公益精美的金玫瑰手鐲 兩款男女金項鍊 還有兩款男女金戒指 足足六件套 提供給電視機前的關注 打進電話訂購 買到的是兩支金玫瑰手鐲 兩條男女金項鍊 兩支男女金戒指 還有兩支金玫瑰耳釘 足足八件套 強調目前所有的金店 都是按照國際標準 價格一刻320元定價的 但是這是十年才一次的活動 我們是破例 破例不按金價來 八件手勢 兩顆鑽石 真的只要199元 請大家大膽地打進電話 有任何問題 我們可以為您解答 十年才有這一次打廣告的機會 不打電話 您是肯定買不到這麼便宜的 我們非常鼓勵大家打進電話 希望更多人知道我們的品牌 現在就打電話吧 那你們生人有影響嗎 那肯定啊 頭三天顧客全都跑到他們店排隊去 咱們店小 那麼大的活動哪搞得起啊 那一直這麼下去 你們怎麼辦 沒事 如果一直這麼低價 那肯不虧死了 那我跟你說 他們門店活動今天就結束了 以後啊 指著在電視上做活動了 你好啊 我沒聽錯啊 真真問確啊 大哥 那我擔心買的不是真金啊 你能讓你們精力出來給我保證一下吧 好的 請您稍等 各位觀眾 我向你和全國電視觀眾保證 第一 我們的美醉金戒指 金項鍊 金手鐲 都有國家權威檢測證書 百分百真金工藝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藝 你到我們任何一家門店 都可以退貨退款 請放心訂購 那我就放心了 快給我訂購 注意活動 馬上結束 馬上結束 廣告最後一分鐘 最後一分鐘 立刻來電 全部帶回家 全部帶回家 抓緊時間快快來電 來吧 第二來咱看看你嘉賓的感情功能 我的第一任前夫是通過別人介紹認識的 感情挺好的 我們也互敬互愛 但是一個很現實的原因打敗了我們 結婚之後一直沒有孩子 她又對這一點非常看重 她提出了分手 我也沒過多的強求 後來經人介紹 我認識了第二任丈夫 我找到了真愛 我每天都在幸福中度過 直到五年前 她得了結腸癌 我在她身邊 無微不適地照顾了她一年半 可是她還是走了 當時我就想這樣孤獨中老算了 可是誰找時間的推移和朋友的勸索 我也慢慢地找出了陰影 年齡大了 還是得找個人陪伴才好 男嘉賓你願意陪我走完餘生嗎 第二段感情其實是給你帶來最大的一段 幸福的感覺是吧 就是那一段感情覺得是在你人生當中非常完美的嗎 所以會成為你在組成家庭的一個最大阻礙嗎 不能 不能 因為之前你對對方要求很高 是吧 現在 降低條件 傻的也就一般人吧 這也不是特別高 就是我沒有要求了 事大了 就是這個人吧 只要你身體好 沒不良事好 你對我好 就可以了 那你第一眼看上去 你要求對方傻樣 我不煩吧 嗯 你整點吧 七十七十三的他心裡想找個 七十八 這吧 他不想找七十三的 你這人得素質的 你這人得好 你這人得好點 男嘉賓你覺得你煩他嗎 不煩 不煩 第一步已經成功過關了 男嘉賓 就是你看他不煩 就說明你對他的一種感覺 對不對 我想問一下 你這種感覺要到什麼程度 有的人說了 我要一種戀愛的感覺 我要一種心動的感覺 我要一種感動的感覺 我要一種感動的感覺 就是我看到這個人 覺得這個人值得我跟他走 後半輩子 你要的這感覺是啥樣的 權債的 你說一些權有 權底必須有 嗯 那就經過倆互相了解了 嗯 就是說一見鍾情 你願意有這種感覺 然後再繼續走下去嗎 對 了解 就是一見不鍾情 你會繼續走下去嗎 那不能 那不可能 不結束 我說咱那個吧 就這個年齡段的人 再想第二次牽手 就必須說是兩個人的感情為主要 嗯 錢啥這不太重要 我看啊 第一是感覺咱倆行 才能觸好感情 只要感情好了之後 我們才能生活在一起 我一看你啊 咱倆挺有眼緣的 我覺得你這也挺好 嗯 你覺得我也挺好 咱倆才能合得來 才能 才能落上 聊到一起 這樣呢 你可以慢慢觸感情 才能觸好 你有沒有說 你遇到過 或看到過某一位男士 讓你怦然心動 有時候也有 也有過 嗯 所以在這個年齡階段 想碰到一個 自己心動的人 不是不可能 對 所以你會奔著這個目標去嗎 我見到這個人 必須先一見鍾情 對 所以只有一見鍾情 才有下邊 後邊所有的接觸 是不 對 我的天哪 我們年輕人 想碰一見鍾情 都不容易啊 我因為啊 就是這個年紀呢 主要是兩個人 性格能合得來 能落得來 能有個相處的 能挺好的就行 外貌 什麼感覺啊 那都是次要的 感情是培養的 嗯 一見鍾情太少了 起碼看的 第二人不討厭就已 那不還得有點感覺嗎 對呀 那一點感覺沒有 那能行嗎 不可能說這個不看第二人 一見鍾情 是哪找去啊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第一眼看的不凡 我能把這個感覺 歸咎到愛情裡邊嗎 那那倒不是 我想問一下 培養出的感情 可以是愛情嗎 只要兩個人能互相搭伴就行了 還愛情多大事啊 還有什麼愛情火花啊 這肯定是一號阿姨 二號女嘉賓 你同意咱們女嘉賓的說法不 也可以吧 一號阿姨本身就是做事的人 她本身就是那種 就是經濟型的 就是你經濟狀況良好 你也不用我負擔什麼就行 這個阿姨我覺得 她雖然已經73歲了 但她就是純純的少女心 她太簡單了 我愛說但我喜歡對方話別太多 就像男嘉賓這樣一聲不值得 你最喜歡 她也能說話 說是能說 男嘉賓您是不太愛說的是不 對 像是也不愛說話 您願意傾聽對方說嗎 願意 沒用的我也不說 那你別解決 有用沒有都落點兒不兩口子 哪些那麼多有用的啊 我們上班的時候就是說 早餐走了晚上回來 一邊吃飯一邊聊聊 今天您做的什麼工作呀 對呀 遇見什麼新聞了就這事 一見中情是見色起意 日久生情是權衡利弊 見色起意不是說那個好色的色 你知道嗎 這個色是包含了它的 賣貌 對對對是這樣 這個地方 這個詞在這個地方 不是個貶義詞 但是最起碼的 我想在這個年齡段 只要是對方不能夠引起 你的一些反感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對方能夠符合你的一些原則方面的要求 今天聊天二位來到我身邊 咱們今天聊天 你家邊稍坐休息 咱們會見好不好 謝謝 男嘉賓啊 作為我個人 我特別不喜歡 對方心裡想啥不說 真的 高興就高興 生氣就生氣 不願意就不願意 當然不是說讓你在任何場合都表現出來啊 跟老伴在一塊生活的時候 聽我說話 他不喜歡 聽我說話 我也沒問他什麼單位 我也沒問他要掙桌錢 我什麼也沒問他 他肯定得有算榜 沒算榜我也不能敢 就這樣 和對方想要有進一步的交往和接觸的時候 你可能表達更明確一些 我喜歡這個我不喜歡那個 可能讓對方能夠更加知道我怎麼做才更好 會的 會的 太好了 你心裡有點瘦 你轉身 我看你倆挺棒的 他也挺好 接下來男嘉賓 我們得出第二位女嘉賓和你聊天 水澤寫號 4號 接下來咱看看4號的照片 也是一位美女 我發現咱們編導真是用心良苦 把她們年輕時候的照片拿上來 讓我們感覺到她們也曾經年輕過 也曾經那樣的意氣風發 所以就要把當年的感覺拿到現在相親的現場來 就是那個照片一拿上來之後 好像有一個詞更好就是流年時光 一下就帶回到那一個特別溫柔的一種回憶 那一個年齡對愛情是衝頂的 希望在這個年齡依然是衝頂的 接著掌聲有興的女嘉賓上場 我想找個跟我默契的人 我來的沙陽市我叫柳湖 好歡迎您您好 你好你好 你好來男嘉賓認識一下 你好 來請二位來到我身邊 阿姨為啥不化妝呢 連口紅都沒抹 化完了掉了 遮水髮的 淡妝 您是不太喜歡打扮自己是嗎 來吧是一位非常樸實的女士 剛才您跟密室裡交流的時候 喜歡旅遊 對 喜歡走 這位給二位出一個非常默契的提 就都小聲說的行不行 二位都喜歡旅遊 那麼如果二位牽手了 我想問第一站你們會選擇去哪兒 我說一二三 你們就說出一個城市的名字好不好 一二三 塞牙 記得 這倆地方有點軟 如果碰到這種情況的話 誰遷就誰 我遷就他吧 你去呗 塞牙不去好幾趟了嗎 去就去 我再去一趟吧 無所謂了是吧 對 你呢 我上哪兒去 我就想去啥呀 沒去過我以為 如果他要上哪兒的 跟他去也行 啊 就倆人不會因為這件事爭執啊 剛才咱們聊了 男嘉賓特別不喜歡女士有脾氣 您有脾氣沒 有 誰都有點脾氣 生氣啥呀 你跟你們表演一下 我沒生過去 今天晚上回家晚了 就這件事 來生個氣我瞧瞧 不生氣 回到晚 你回到晚 回到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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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就回到晚了唄 一點也不生氣 那啥事就讓你生氣啊 你什麼事吧 他就不和他那工程 有 那不就麻煩事嗎 就是幹活了 又不對心思了 就說 就有點發脾氣 這怎麼沒整好呢 行 給你家那啥 紗窗 安個洞 出個窟窿 然後夏天五五進蚊子 來 生了點氣 讓我扶他 對 說的 把沙窗換了 這沙窗都壞了 往五進蚊子 換一個沙窗吧 馬上就換 馬上就換 這不算脾氣不好 是不 不算 能接受 心裡不覺得不得勁 沒有 那好吧 好像是留一手都客氣了 發現沒有 就是對於咱們三 四號姐姐來說 要找一個 就是讓她生氣的 這件事情都是很難的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當中 並沒有什麼地方 可以激起你更大的憤怒的點 是不是 對 沒有 這一點你和男嘉賓的這個 不言不語 有一點點相似的地方 所以男嘉賓 如果我說出你的脾氣的話 我相信你啊 都得顛覆你的三觀 來吧 了解我沒有用 了解一下女嘉賓 生活中的樣子 16189號 劉女士 67歲 是洋人 離異無住房 企業退休 女兒已婚獨立 眼前的黑暗 只不過是暫時的 我堅信 只要你張開雙手 被遮擋的陽光 終究會灑滿生活 大家好 我是一個樂觀的人 我喜歡陽光 喜歡旅遊 旅遊可以緩解壓力 使精神得到放鬆 旅途 身體雖然有點疲乏 但是看風景 品美時 少民俗 聽故事 哪個不是讓人快樂無窮呢 一個人走得太久了 我更希望有人陪在我身邊 一路同行 笑看彩虹 見證風霜 但是選愛人 又有一個特別的要求 就是要統一思想觀念 兩個人生活在一起 很有共同的愛好 會加深夫妻之間的感情 你的愛好是什麼呢 我是你喜歡的人嗎 愛的選擇 我來了 選定當中 米嘉賓說了要找一個 和他有思想高度一致的 有默契的人 男嘉賓是不是也想找這樣的人 是 那接下來我再一次考驗 二位的默契度好不好 剛才已經考驗回了 相當沒有默契了 接下來我只能簡單的 看看日常生活中 兩位有沒有這個相同的地方 也是同時告訴我答案 喜歡鹹口還是甜口 喜歡大口 兩人都沒有在我這裡選擇 行了 答得好 太默契了 良人是意外的一致 意外的一致 那我接了 是喜歡登山還是喜歡海邊 一二三 海邊 對 海邊 對 讓你一塊 誰讓你給這評價了 你不老實 那個人打狗 你回答正確 就一起 默契 你也喜歡海邊 是吧 最後一個不許說你對他對的了 那都假的故意的了 好 就是旅遊的環境 你們更喜歡那種接地氣的田園生活 還是喜歡那種高檔似的城市的繁華 一二三 鄉村 對鄉村 怎麼老漫半盤呢 男嘉賓 女嘉賓看出來了 挺聽對方的 是不是啊 至於他心裡想的 有可能是跟你想的一樣 有可能不一樣 但是他完全認同你的想法 多挺晃 彼此打個分數 男嘉賓跟女嘉賓打分 快 95分 女嘉賓 95分 其他聊請 而且作為聊 來有請 那我不嫌他更矮的還想五分 因為往往就是 就是 你對那個人吧 他不對你 對 他對那個人 你那不對他 你先問吧 有什麼問 我先問你 那三位退休 我有一點鐘 我有一點鐘 我有一點鐘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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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住什麼呀 我住叔的 住多大了 不知道 你家在哪路現在 在省河區 省河區哪 復興醫院對面 我也在省河區 我會供廣場那一塊 會供廣場 會供廣場 北戰那一塊 北戰 你幾個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女兒 今天這大事 我呀 我五二年生的 哦 蘇龍的 嗯 接下來咱通過短片了解一下女嘉賓的感情經歷 女嘉賓難忘喪夫之痛 男嘉賓表示無法認同 過去的事情 現在過去 終於走不出來 因為以前她倆感情太好了 從來都沒考過 我就想再找一個方 肯定找不到那樣的 就是你給自個的用 對 對我給她的 好太負能量了 就是有標準 就是再找就沒有什麼樣的 我知道我這個未來的那個二婶家裡好像 還擺放著以前老伴東西啊 你說這個東西還放家裡 這可有點不行啊 二叔你覺得我說這事兒有啥毛病咧 沒有 啊 二叔你介不介意這事兒 我都會介意 愛的選擇 今天稍後繼續 我們珠寶自開張以來 每十年都會有一次大型推廣品牌活動 關鍵是啊 這活動每次都破例給出超低降 這次我們拿出兩支工藝精美的金玫瑰手鐲 兩款男女金項鍊 還有兩款男女金戒指 足足六件套 提供給電視機前的關注 打進電話訂購 凡是現在打進電話的觀眾 199元是199元 就能買到六件黃金手勢 而且男款項鍊和戒指的中間 都相有一顆鑽石 戴上去妾度非凡 你好啊 你再讓你們精力出來給我保證一下吧 好的 請您稍等 各位觀眾 我向你和全國電視觀眾保證 第一 我們的美醉金戒指 金項鍊 金手鐲 所有國家權威檢測證書 百分百真金工藝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藝 你到我們任何一家門店 都可以退貨退款 請放心訂購 那我就放心了 快給我訂購 注意活動 馬上結束 馬上結束 我們這十年才做一次的活動 就是讓很多人購買 才能達到廣告的效果 為了鼓勵大家現在打進電話 低價訂購鑽石金手勢 只要你撥打我們的電話 隨便問一個問題 我們就再多兩支 是兩支金玫瑰耳丁 您現在 199元 買到的是 兩支金玫瑰手鐲 兩條男女金項鍊 兩支男女金戒指 還有兩支金玫瑰耳釘 足足八件套 強調目前所有的金店 都是按照國際標準 價格一克320元定價的 但是 這是十年才一次的活動 我們是破例 破例不按金價來 八件手勢 兩顆鑽石 真的只要199元 請大家大膽地打進電話 有任何問題 我們可以為您解答 十年才有這一次打廣告的機會 不打電話 您是肯定買不到這麼便宜的 我們非常鼓勵大家打進電話 希望更多人知道我們的品牌 現在就打電話吧 那你們身上有影響嗎 那肯定啊 頭三天 顧客全都跑到他們店排隊去啊 咱們店小 那麼大的活動 哪搞得起啊 那一直這麼下去 你們怎麼辦 沒事 如果一直這麼低價 那肯不虧死了 那我跟你說啊 他們門店活動今天就結束了 以後啊 只是在電視上做活動了 女豪啊 我沒聽錯啊 千千萬確啊大哥 那我擔心買的不是真心啊 你就讓你們精力出來給我保證一下吧 好的 請您稍等 這位觀眾 我向你和全國電視觀眾保證 第一 我們的美醉金戒指 金項鍊 金手鐲 都有國家權威檢測證書 百分百真金工藝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藝 你到我們任何一家門店 都可以退貨退還 請放心訂購 那我就放心了 快給我訂購 注意活動 馬上結束 馬上結束 廣告最後一分鐘 最後一分鐘 立刻來電 全部帶回家 全部帶回家 全景時間 快快來電 接下來咱通過短片了解一下 女嘉賓的感情經歷 最開始的時候 我倆的感情非常不錯 也非常默契 最初條件不是很好 但是我們相信 只要兩個人心腦一宿奔 接著把一宿司 肯定會越來越好 隨著我們的拼搏 日子越來越紅火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 八年前她得了肺癌 但我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感覺世界都黑暗了 可是我明白 我得振作起來 我就在她身邊 無謂不治地照顧她 可是還是不能挽回她的生命 直到現在 天氣來 我還相信不已 後來家人看我過得太難過 就給我報了愛的選擇 確實是人要往前看 不能總活在回憶中 男嘉賓 你能帶我走一下幸福嗎 男嘉賓八年過去了 你覺得這個傷痛沒有消失嗎 沒有 沒有 你是覺得越來越痛了 還是說要好了一些了呢 越來越新 她一賴就厲害 我挺剛強 感情太好了 對 您現在住在家裡 一般都會回憶起她什麼 回憶起她那好的事兒 幫我幹這個幹那 有啥事兒都能幫我姐姐 心疼你 你家裡還有她的東西嗎 有 不多了 不多了 你敢拿出來看嗎 不敢 那你為什麼不丟掉 不捨得 不捨得 我不敢看 全收下來了不看 有時候也想 但沒人的時候 或自己在家的時候就想 嗯 也就是說 你每次覺得 想她是一種快樂 還是一種痛苦 痛苦 那你為什麼要去想她 你們有刻意迴避嗎 不想這人 忘不掉啊 就是忘不掉 我現在就受到 給影子裡不看 看受不了 因為我爸我媽照片我不敢拍 受不了 你有沒有想過 去改善這種方式 改善 過去的事情 現在過去 終於走不出來 因為以前她倆感情太好了 從來都沒吵過 人家感情也好啊 叔叔 叔叔和她愛人感情也好 他是男同志 那我是女同志 對小外叔叔上學了 今天 那你還不如打開電視看電視 把她們想忘了 我就這樣想 把她們忘了 在心裡 就是記著她們 其實我是也挺強勢的一個女人 我不是那麼懦弱的 但就在這個問題上 不知道怎麼回事 終於走不出來 只要一提到她 我就不行 因為八年可不是短的時間了 有很多女士 一般三年就能走出來 不為別人 為自己 為孩子 我就想再找一個吧 肯定找不到那樣的 就是你給自己的用 對 對我給她的一個標準 有時候再找就沒有她那樣的 你為啥要找那樣呢 非要找那樣 一模一樣的 不是一模一樣 找不到就是那樣人 那樣人找不到 我愛人原來是非常優秀的一個人 那你覺得你前半生 嫁了一個非常優秀的人 你的福是不是挺好的是吧 那你要再找那樣的 很難 這成為你那些那種糾結 為什麼這麼好的一個人 離開我了 讓我後半輩 再找不到那麼好的人了 對不 你也很糾結 挑了一來挑來挑戲 我就認得 做到人家如何 其實姐姐啊 你看你剛才說 病也沒看好 也沒有治好 可能過多的是 對自己的一種責怪 是吧 往往對於這個散偶的人 經常走不出來 就是有一種非常重要的心理 就是怪自己 沒有更好的照顧他 沒有更好的搶救他 沒有更好的能夠 讓他從那樣的一種 生命垂危的狀態下 脫離出來 有很多人都是會這樣 因爲什麼 生老病死我們自己決定不了的 如果我們真的能夠 再造永生的生命的話 那科技已經發達到 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這個你怪自己 不怪自己 事實擺在那 怎麼樣去接受這個現實 因為你只有接受了這個現實 你才能夠知道 這段事情 這段感情 美好的已經過去了 如果永遠不接受 他已經離開你了 不在你的身邊出現的話 你幻想著有一天 他能夠再來到你的身邊 這樣的話 真的是讓自己 永遠也不會開心的 所有的努力都要從第一步開始 我想讓咱們女嘉賓做到的事 下一次再想到你老公 你可以笑 不要哭 你試一下好不好 你想到的既然是他的好 你為什麼要哭 你悲涼的不是他的離去 而是你的淒慘 我認為你不在身邊陪伴我了 我好慘了 你才哭 如果你想到的對方都是好的 哎呀我老公多好 那是笑好不好 我覺得哭的有點自私 你在哭自己 你並沒有在哭你的帳子 好不好 咱把這個位置調整一下 換位這麼一思考 你可能會好一些 好嗎 接下來就是我們愛的劇場 給二位看似平淡的交流 增加點矛盾 這個男方家呢 雖然是一個和諧大家庭 但是呢 我們非得給你加入一個挺事的 調點波蘭的 好不好 二叔啊 這後找老伴啊 好 你過得還行哈 有個事哈 我爸可跟我講 然後家裡人臨時開了個小會 派我做代表跟你商量一下唄 我知道我這個未來的那個二婶家裡好像 還擺放著以前老伴東西啊 這個東西還放家裡 這可有點不行啊 而且二叔你說也怪嚇人的 然後說心裡話 我們來回串門也害怕 你說大家在一起聚會啥的 咱也不希望是說有人三心二意的 對不對 一心一根的過呗 你說你那頭畢竟沒了 你把家裡東西處理處理吧 要把那房子賣了 然後幫我二叔家住也行 那就商量的來吧 他的東西可以不要 我們兩個人合一合一 怎麼好我就怎麼做 那你不能說綁定我二叔 我二叔這人老好人 你要商量的話一般都挺媳婦的 對不 二叔你覺得我說這事有啥毛病咧 沒有 那二叔你介不介意這事 咱今天打開天窗說亮話唄 我都會介意 那你看 你說 那這怎麼辦呢 婶啊 撤了就沒事這個 沒有了 我家已經沒有特別多了 那婶你看你那房子能處理過 我一看感覺一進到那一環你就沒事 我說過說好幾回 你哭好幾回 那可以 你要穿他那兩歲的話 煩了麥都可以 萬一你倆要鬧矛盾了 那你還賴著不走啊 我就是有啥說啥的意思 不能鬧矛盾 即使走能走在一起了 那就不能鬧矛盾了 要想不走在一起的話 那就當時就決定走 我們不能在一起 二叔你賴我不提這事 不賴 殺了殺了 我跟他殺了殺了 殺了殺定了唄 行可以 我還行 你看行嗎 行 那就行啊 你孩子沒意見呢 孩子 我到時候跟他說說吧 你確定行啊 要說我就真想呢 他處理好了 你倆再登記 你看這事行嗎 可以 二叔跟我有心說那意思 你倆先登記 我們全家意思是說 別這麼著急登記 對 把你情緒和裡的東西 都整明白了 讓人不行 你看這事有眼睛嗎 有 可以 那二叔我身合計好 這一性格真挺好 你倆再商量商量 到時候你也告訴我一聲 我跟大家說一說 行不行 要行了 領咱大家夥面前吃頓飯 好不好 說 那我先走了 好 四號女嘉賓 你覺得對方跟你提出 這樣的要求過分不 不過分 不過分 你不覺得 那我 畢竟我之前還有個老伴 對他還有感覺 留他點東西咋就不行呢 現在基本上沒啥東西 沒有什麼東西 對啊 你覺得這種做法 對你來說是件好事是不 還可以 他能幫助你盡快地走出 那種環境那種感覺 對吧 嗯 男嘉賓你是真的介意 對方家裡會藏有 自己前老伴的東西嗎 不太介意 不太介意 如果他總拿出他老伴的照片哭 你會介意嗎 那不好 對身體不好 嗯 主要是對身體不好 你不會有一種 哎你都跟我過上了 你怎麼老沉浸在過去那感覺裡 那我會勸他的 會勸他的 是吧 我跟你講 其實丟掉自己的過往 丟掉自己美好的回憶 挺殘忍 但是我覺得對四號女嘉賓來說 是件好事 為什麼 因為你走不出來 你要哪天拿出照片 跟對方說 借我老公當天對我老好 那倆小日子過老開心了 好都留著 為啥 他能給你帶來快樂的回憶 但現在你拿出來一提到 就讓你感覺到很悲傷 那為什麼要留他 只能割掉 所以女嘉賓啊 其實說到這地方 我覺得你也不要建議 你也不要說 哎呀這都是 對方逼著我這麼做 你要自己有這樣的一個主動性 這家人聽得越來怎麼說 肯定是 你看他跟他哪說話那眼神像我們一樣 跟那個說話那走不走的 人還是注重外表 他畢竟他注重大 注重外表 其實他真正照顏還是這個好 這個阿姨好 其實把前一段的感情珍藏起來 這是應該的 如果要是真正的把它忘却掉 可能誰也做不到 因為之前的那段感情太美好了 而且兩個人共同携手走過了那麼多年 想讓他忘却是不可能的 人的情感是有延續性的 但是如果你要把他這些東西 或者是把他這樣的一些 什麼樣的一些物品 能夠勾起你的 那麼多的回憶的話 把它珍藏起來 就像我們把珍貴的東西 藏在我們心底的某一個角落 給他放在那 你把這些物品也是一樣 珍藏起來 然後我們能夠輕裝前進 這樣的話對方才能夠更好的 和你共享現在當下的美好人生 有一句話我想送給姐姐 不亂於心 不困於情 不念過往 不畏將來 不念過往 他的好與不好 我們都不要去過度的去思念 因為已經不存在了 只有面對現在 面對當下 面對身邊的這個人 才能共同的往前走 好的 今天請二位來到我身邊 來 就有時候遇到這樣的女嘉賓 我們心裡可著急了 可能言語上啊 有時候會犀利一些 為什麼 就像跟自耳家人似的 哎呀 急得都不知道該咋說了 就希望能夠哪句話刺激到你 能夠把你從那種陰霾當中拽出來 我們都願意去做 哪怕你此時此刻罵 你為什麼這麼跟我說 你傷害到我 你知道嗎 如果有一天你好了你就說 哎嘛 那當頭一棒才給我打醒了呢 我們都願意做這樣的人 知道嗎 好的 其實姐姐我們努力做到一點什麼 當我們在談論之前的那段感情的時候 就像我們在談論別人的一件美好的事情 就你能夠做到這一點的時候 你才真正的心裡充滿了陽光 嗯 好 慢慢來慢慢的就走出來 對 希望您加油 誰說都不好使 只有你自己努力才行 對 接下來請女嘉賓稍作休息 咱們一會見好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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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賓兩位女士都已經聊過天了 啊 了解的也差不多 是不是啊 接下來再給你一次機會 深入的了解他們 進入我們愛的考驗 掌聲有請兩位女嘉賓再一次上場 三位請看大屏幕 我念的時候選擇一道題來問對方啊 一婚後生活費用由誰來承擔 二婚後如果出現意見不合如何解決 三家人和朋友哪個更重要 四最不能夠忍受對方什麼缺點 五我生病了你會悉心的照顧我嗎 六會因為個人社交忽略對方的感受嗎 尤其我們的二號女嘉賓選擇一道題來問對方 三家人和朋友哪個更重要男嘉賓 家人重要 四號女嘉賓選擇一道題 四號女嘉賓選擇一道題 我生病了你會細心照顧我嗎 會的 男嘉賓選擇一道題來問對方 最不能夠永遠對方什麼缺點 來二號請問別出軌 四號 你最不能夠忍受對方什麼缺點 都能忍受 如果能生活在一起都能忍受 別容去打麻將 好來 接下來有請三位站到我面前 來吧 接下來進入我們愛的選擇心動時刻 華爾嘉賓男嘉賓的手上 有請三位背對背上好 應該選擇二號 你們也應該給他撮合撮合 讓他選二號 有些雜事他不是說一件中情的事 他肯定他還有條件跟著 好的在我倒數三個數之後 做出你們最終的選擇 三 看看日常生活中 兩位有沒有這個相同的地方 也是同時告訴我答案 喜歡鹹口還是甜口 喜歡大口 對 兩人都沒有在我這裡選擇 答得好 太默契了 兩人是意外的一致 意外的一致 鬧結了 是喜歡登山還是喜歡海邊 一二三 海邊 對 對 鄉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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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能說 綁定我二叔 二叔這人老好人 嗯 你要商量的話一般都挺媳婦的 對不 二叔你覺得我說這事有啥毛病呢 沒有 二叔你介不介意這事 咱今天打開天窗說亮話呗 二 一 完事了 这一看也不像两口子 这两个人不乐意肯定的 那是跟两口子走道吗 这不是谁也知道 才不吃 好歹你也吃 妈妈跟着一下是 哎呀 等我回去做吧 要么你什么什么的 你没有情绪的起伏 没有 所以很少 很少 还是喜怒不行于色 心里边很生气 表面上不表现 对 那谁知道啥时候生气了 你跟你媳妇之后 你爸也没有什么生气气 两口子过这 那你不生气 咋跟第二人离了呢 你现在做的地方 你自己做 啊 你做熟就行呗 不想退步就不用完事了 一 请选择 最后选择环节 男嘉宾会选择 单纯简单的她 还是八年 难以走出情商的她 有的男嘉宾 在那边乐意 选择比自己大 那种一定 超小漂亮啊 还是因为年龄相反 二 一 请选择 按选择 精彩稍后继续 我们主宝自开张以来 每十年都会有一次 大型推广品牌活动 关键是啊 这活动每次都 破例给出超低项 这次我们拿出 两只工艺精美的 金玫瑰手镯 两款男女金项链 还有两款男女金戒指 足足六件套 提供给电视机前的关注 打进电话订购 买到的是 两只金玫瑰手镯 两条男女金项链 两只男女金戒指 还有两只金玫瑰耳钉 足足八件套 强调目前所有的金店 都是按照国际标准 价格一克三百二十元定价的 但是这是十年才一次的活动 我们是破例 破例不按金加来 八件手势 两颗钻石 真的只要 一百九十九圈 请大家大胆地打进电话 有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为您解答 十年才有这一次 打广告的机会 不打电话 您是肯定买不到 这么便宜的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 打进电话 希望更多人知道 我们的品牌 现在就打电话吧 对你们生人有影响吗 那肯定啊 头三天顾客全都跑到 他们店排队去了 咱们店小 那么大的活动 哪搞得起啊 那一直这么下去 你们怎么办 没事 如果一直这么低价 那肯不亏死了 那我跟你说 他们门店活动 今天就结束了 以后啊 只剩在电视上做活动了 你好啊 我没听错啊 千千万确啊 大哥 那我担心买的不是生机啊 你就让你们精力出来 给我保持一下吧 好的 请您稍等 各位观众 我向你和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美醉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都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百分百真金工艺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艺 你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 都可以退货退款 请放心订购 那我就放心了 快给我订购 注意活动 马上结束 马上结束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超级时间快快来电 感于上场才能收获未来 挑战 你可以更强 双汇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 请三位来到我身边 男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是 还是没有演员 没有演员 您是说想找一个好看点的吗 身高上有要求吗 没有 那是你说的演员 就是稍微要好看一些是吗 漂亮 那倒不用 身体多少胖一点 身体多少壮壮壮一点 胖一点 你要想胖一点圆溜的那种感觉的是吧 那倒不用太胖 眼睛还不如掌握 胖一点也不行 太胖也不行 反正这男嘉宾说了 这演员没想问了 这个不知道 这个不是说漂亮就是演员 就是人看入眼的 是不是 对 来吧 四号你嘉宾的原因 我没写过 不知道啊 啥人不知道啊 我刚才说了 如果你喜欢对方的话 就可以转身 您不知道要转身是吗 你看好对方吗 考虑考虑 就是说现在你没有考虑好 不可能为对方转身 是吧 原因是啥 也不 不聊你 港人是什么的 就刚才聊过这些 就比如说有人给你介绍对象 说的介绍行不行 你的回答是不行 不能接触 不能相处 是不 是这意思 你嘉宾你现在很危险 我跟你讲 你现在依然沉浸在 对你丈夫的思念 你现在好像都屏蔽 外边的世界了 你都不知道 你该找啥样的 不会了 是不 你现在必须走出来 好吗 你这个状态 你可以说我不喜欢他 没看上他 你不能说我不知道 对吗 其实姐姐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 原来的那段感情 特别美好 将来我们要再找一个新的感情 来到身边的时候 并不是等于对原来感情的背叛 并没有对不起 曾经对你好的那个人 因为什么 之前的那一段感情 永远过去了 你要勇敢地面对今后的话 你才能够很好的切割 所以希望你下次来的时候 是自个儿想来的 不要有朋友给你报名 因为你太糊涂了 你找啥样的字 都不知道了 来二号女嘉宾 时间短 不了解 其实为什么抠字 抠脑地问 大家为什么拒绝对方的原因 就是从这个拒绝上面 我们才能看到 你不想拒绝什么样的人 这样才能明确 你寻找另一半的要求 这样电视机前呢 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非常了解 他适不适合在场的几位男女嘉宾 好不好 来了 非常感谢几位的参议 谢谢 再见 哎 再见 我想找一个有退休有双保的 最好是上保的 互相扶持到最后 我想找的另一半 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 只要心地善良 对我好就行 我想找的另一半 善地好 无不良时候 对我好就可以了 想找一个心地善良 饮品好 对我好 谢谢 我想找一个就是年龄相仿的 就是对我好的人 那个素质高一点的 今天在乡亲现场呢 遇到了一位八年 还没有从之前的 这种婚姻生活当中 回忆当中走出来的 一位女嘉宾 当然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人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在这里寻找一份安慰 寻找一份未来的方向 也希望所有勇敢寻爱的人 在不久的将来 找到自己的真爱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再见 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